换个焦点 处于风口浪尖的国际贸易级工业部高级部长 纳德斯利·阿兹敏·阿里再报争议 前首相纳吉质疑阿兹敏带家人到土耳其旅游 还问阿兹敏所参观的大教堂漂亮吗 纳吉昨晚在脸书张贴取自土耳其一家导游公司 在脸书和Instagram分享的贴文截图 显示原文写着 很荣幸能成为阿兹敏和家人的导游 还说阿兹敏很耐心的聆听 有关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历史 贴文还不小心把阿兹敏称为女士 不过发贴文 发贴人后来就删除了提到家人的部分 无论如何 纳吉在这篇条款文还提醒阿兹敏 要拍照和大家分享 因为大满人无法出国旅游 要是能看看照片也就开心了 相关导游公司的脸书随后发帖 澄清说 阿兹敏正在这所大教堂和土耳其官员 出席政府活动 但是无论是爆出争议的贴文 或这则已经澄清的贴文 目前都已经找不到 导游公司的Instagram账号也已经消失 不少网民涌入相关脸书专业留言 调侃阿兹敏 专业其中一则最新贴文 写道 我爱你们马来西亚人